据环球网6月9日报道 日本首相菅义伟在一场讨论会上将台湾说成了国家 日媒报道称菅义伟在讨论中提到多国的防疫措施 而在列举了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台湾后 说出了这三个国家用罚金和刑罚对个人权利实施了很强的限制这句话 现场视频显示菅义伟在说完这句话之后 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错误 继续以澳大利亚为例 对比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疫情情况 10日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日本领导人将台湾公然称为所谓的国家 这严重违反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 严重违背日方迄今多次做出的不将台湾视为国家的正中承诺 中方对日方的错误言论表示强烈不满 以向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要求日方立即做出明确的澄清 消除已造成的恶劣影响 并确保不再发生此类情况 汪文斌强调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是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是关两国间的基本信义 是关国际法治正义 我们严肃敦促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切实重信手诺 谨言慎行 不得以任何形式损害中国主权 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我会认为您的支持者 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台独势力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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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